初衛基的先生 大家好 我們從航運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看台灣的經濟的發展 我們非常了解 我們台灣沒有任何天然之源 過去我們的經濟的基礎 就是政府定一個好的方向 我記得當年的一句口號 就是我們的省主席 謝忠敏先生說的 客廳及工廠 政府定到這個方向以後 台灣的人民非常勤奮 真的很多人把製造業開始做 真的就從家裡開始做起 所以我們二十年前 就有二十幾樣的輕工業產品 台灣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造和供應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隨著製造業的發展 後來因為台灣的生活水準提升 工資也過高了 但是我們這些製造業者也很 反應蠻快 在九零年代政府開放大陸探金以後 蠻多的工廠就搬到大陸去 基本上是取得那邊的廉價勞工 還有廉價的土地 所以使他們的生產東西 在國際市場上 維持很強的競爭能力 能夠繼續擴大它的業務 所以台灣的這些做得很好 而這一廠商呢 工廠出來設在大陸 它的原料半成比還是盡量在台灣採購 所以我們看台塑 遠東紡織這些大的石化工廠 它的出口很多都是供應給大陸的開箱 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政府對兩岸的通行 通路能夠開放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 我們從航運界來看 是一個比較不務實的做法 台灣的出口現在40%去大陸 而我們的貨物的運輸 一定要彎靠第三地再去 增加了航運的成本 間接的增加了這些製造廠商的成本 也削弱了他們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聰明的地方 是很不應該的地方 那台灣還有一個我們要發展的 就是國際性的服務業 能夠為台灣帶來外匯的 這是我們台灣將來經濟發展 應該走的方向 那當然航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像我們的萬海、像我們常龍、像我們陽明 全世界各地都在跑 那是賺取很多的外匯 假如在一個中國這麼大一個市場 在兩岸之間我們設了諸多的限制 而讓我們的航運不容易去推動的話 這個我們在國際航運 在國際市場上 我們的競爭力又受到抑制 這又是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的 所以我們絕對認為 我們政府在這個海運的方面 應該坐下來很冷靜的 跟對岸大家坐下來談 尤其大家都知道大陸是世界最大的工廠 既然是個大工廠在那邊 那我們航運界安排一些航線到那邊 也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個時候受到一大堆的限制 讓我們不能夠去放手去做 又削弱我們的競爭力 這是多不好的 因為我們台灣能夠在國際市場上 能夠競爭的產業並不是那麼多 既然航運過去這麼多年來 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朝中曾經是全世界第一大貨物流傳公司 那麼陽明也是在很短的期間內 那麼發展得很好 萬海老早就是亞洲第一大 亞洲環境的人傳公司 這都是業者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去努力達到的 達到的話 那麼現在的國際的環境有所變化 大陸也開始發展經濟 也發展製造業 那我們把我們自覺於那個重要的市場 這完全是不符合我們國家經濟利益的 所以我們在航運界的立場來講 希望政府認真地瞭解這個問題 能夠讓我們高雄港 變成一個真的重要的轉運的港口 有何不可 香港變成世界第一大港 多年來 只有去年被新加坡超越了 香港從九零年代沒有一家工廠 它為什麼可以變世界第一大港口 它做了華蘭的門復 高雄港、基隆港有絕佳的地理位置 絕佳的本身條件 做華中華北轉運的港口 這個業務我們該去推動了 我們不要受到一些固不自封的 一些不必要的約束來做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我們政府 能夠了解我們航運隊的心聲 能夠這一次好好地做下來 跟大陸 在平等、賦慧、彼此尊重的一個立場上 大家來談經濟合作 來談航運合作 這是我們航運隊的心聲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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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esome 謝謝 1-3-4-2-3-2-3-4-4-3-4-4-9-2-4-9-1-4-10-0. 2-2-3-4-9-7-1-4-9-7-1-5-7-8-1-5-9-9-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